今晚的收穫还是可以 这些甲鱼都是我们村附近的 今晚就来附近再到处抓一下黄山跟甲鱼 立下以后这一个星期是最多甲鱼的 去找找吧 上铺来一条黄山 今晚的第一条 一条这么大的泥石跑这么快 真不大的银环 在这个河里面 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吃 终于在这里发现一条了 找了三块钱都没货 想跑上货 今晚估计又没什么货了 才两条回去 这一条这么小的 这条还马马虎虎 想走 这条太小了 看不上了 到头了 这么大的银石 这里有条睡着了的 这么多浮瓶看不见了 车点花上听到水声就想跑了 上货 这浮瓶下面还躲来一条 不仔细看还看不到了 还挺大的 快点还可以了 第三条了 上货 这里有跳在这里 福吉喝斗 上货 这块大田挺大 上货 发现一条了 这种颜色跟泥巴一样 根本看不出来 这块以前是一个 连田 今年准备种水稻了 小的是发现条 不想抓你 有点小 这条小的还追灯了 吊得很 连田发现三条的这么小 这是大中发 这么大 这条抓了太多了 留在这里 没什么用 上货 这么多中发的时候 这里还有一条 这块的小房上是很多 这里还有一条 准备走了 这种颜色 一星是快有了 这里又喜提一个甲鱼 躲在这里还不仔细看 还看不清楚的 这么瘦 这些房山又要遭了 这上面是一个小鱼塘 估计这个甲鱼是从这个鱼塘里爬出来的 这块田很大 刚好生耕了 他出来找东西吃 被抓了 笑死人了 你看这个甲鱼刚好想要爬上去 我说这里水怎么这么混呢 前几天抓了一个两斤多的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 这份田扎了好几个甲鱼了 又来一个这么大的 这个有一斤多 这条黄山很大 发现一个金黄金黄的尾巴 在这个青苔下来 在这个青苔下来 哇 这么大 前面里的还多那条 上货 这块田前不养的鱼 这个水沟里还有甲鱼的 还是一只公的 差点被咬到了 它的指甲好快 今晚第三个甲鱼 完了这个黄山要被他们咬死了 这个鱼塘这么大的草鱼 看这个边上也没有甲鱼 很晚了到了家门口 给大家看一下今晚的收获 今晚的收获还是可以 这些甲鱼都是我们村附近的 漂亮吧 看这只大的有多重 这只就是有点瘦 要是肥的话 这只应该也在一斤半里上 一斤一两太瘦了 这只七两 这是公的 两只都是七两 两只七两一只一斤一两 全部是公的这些甲鱼 Honestly 你可以번摆担我 看这个被那个 有点兴趣 看来 打开 有点兴趣 看来